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满天心工艺的海光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在座的各位一起分享 我的一些故事以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我是一名全职的工艺人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应该大家都做过志愿者 但可能对全职的工艺人会有一种觉得很奇特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工艺人他是靠什么样去养活自己 或者说大家对工艺的理解又是怎么样的 但觉得说工艺仅仅等同于做好事吗 工艺是不是就是跟我们传统说的慈善是有关的 那今天我的分享是讲的是跟儿童阅读相关 那我们做的事情是工艺 我们希望说做工艺不仅仅是做好事 而是希望能够把好事做好 那今天是我的演讲主题就是做工艺应该把好事做好 那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跟工艺相关的事情 有过很多年的一些探索 我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工艺有一些新的认知 好像这个不是很好用 OK 行了 那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三个小故事 那第一个是星空校的承诺 在2007年我搭三的时候 那我到贵州那边去支教 那当时的话呢 在一个非常美的夜空下 我跟着一帮孩子去从家坊回到学校 孩子拉着我们的手回到学校那边 当时有一位小朋友就拉着我的手 他说海光哥哥你们明年能再来吗 我相信大家也有一部分人去过下乡 也有经历过这个过程 那当时其实我已经去到第三年了 我是大一大二大三都一直在去 我还在想其实大四我还应不应该继续 还是说我就应该像一般人一样 我就去找实习 然后找一份工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四 我们都应该慢慢地步入职场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拒绝这个孩子 所以当时我就说 会的海光哥哥明年肯定会再回来 所以真的 我是大四那一年 没有做别的事情 就继续做了跟公益相关的事情 把当时的那个机构越做越大 而后面又成为了一份 把它做成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那这个是一个星空下的承诺 但是这段经历 其实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承诺 待会我会讲到更多 那这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讲渴望阅读的孩子 其实我找不到 我想要讲的那个故事的图片 在2011年 我在云福市大湾镇的中心小学那边 去建图书馆 建完之后 我跟几个孩子 跟学校120个留宿的学生 他们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 甚至我当时都没把它放在心上 我就说海光哥明天早上七点钟 会来给大家开图书馆的门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过来看书 在6点55分 我走过学校的宿舍楼 那我看到两个孩子 探出头来 看着我走过来 特别的害羞 又把头给伸了回去 那那一瞬间 我其实里面暗暗地偷笑了一下 我说居然真的有孩子 把我的话给听进去了 那当我走过教学楼的时候 身后有一群孩子 就不止两个人 然后后面捏手捏脚地 跟着我后面一起到图书馆 那到图书馆的时候 我惊呆了 因为有几十个孩子 在那边等着我去开门 那我想在乡村里面 可能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不缺书籍 但是在乡村 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是那么渴望阅读 那么渴望有好的读物 那第三个故事是跟 一个主题相关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过去几年 我到过几百所的乡村学校 有很多的学校 他们也会有图书馆 甚至有很多 我发现有很多的企业 有很多的基金会 甚至有很多 我们大学的社团 他们会把图书馆 建在乡村小学 因为他们觉得有需要 但是我们建满了图书馆 可能很少人会觉得 他应该要继续地把图书馆 想办法让它开好 能够让孩子真正地能够读到书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公益行为 在他把书送到乡村学校的时候 这个过程 这个公益的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很多人可能会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去做 但是我经常在反思一个问题 我们在做公益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 就把物资 把钱送给我们的受益人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好了吗 那这个是我想带给大家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要去做公益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那刚刚我也讲了 我们在做的是儿童阅读推广 尤其是乡村儿童阅读推广 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海光 你们为什么只做乡村儿童阅读推广 因为我们想 一定要足够的聚焦 因为我们的资源和人力特别有限 满天心发展到 现在我们从2011年开始筹建到现在 也只有14个全职一年的募款 而才300多将近400万的样子 我们中国非常非常大 我们现在只能够在59个项目点 去建立图书馆 覆盖的学生只有2万多 但是中国的留守儿童非常非常多 这个基数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如果说什么都做 我们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真正的把好事做好 那我们再来看几组数据 大家看一下右边的 这个是未成年人的统计 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 在以色列 我们知道这个是阅读非常可怕的国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最多来源于这个地方 他们年人均读读量是67本 那我们中国只有4.77本 我在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是没有拉低这个平均值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针对城市 儿童读物的比较 中国是排在以色列的 中国是排在世界的第68位 占以色列的五十分之一 那这个数据的话 我觉得是蛮触目惊心的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读书好 但是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去有一些行为 我要说的是下面这组数据 那这个是城乡儿童读物拥有量的比较 30%的城市儿童 他占有了88.9%的儿童读物拥有量 这意味着很多的乡村孩子 没有好的读书 没有好的读物可以去看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 我到过非常多的乡村学校 他们大部分的读物 就像是图片里面所看到的一样 都是一些费旧的儿童读物 或者说是不适合他们看的 我在看到有一些学校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或者一些物业管理 还有我们的微积分等等 这些我们不要的一些书 拿到了去乡村学校 大家真的不要笑 我知道大家能够想象这个场面 但是当我真正去看到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个场景 特别让我震撼 因为我觉得我们 在做公益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就想着说 我们把我们不要的东西 送过去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我们在想 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一些 我们不要的东西拉过去 这个返导是在浪费社会上的资源 对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今年也在做一个项目 叫童书乐捐 我们也会回收一些童书 但是我们会把孩子最喜欢的书 送出来拿给乡村的孩子 因为这样子才不至于浪费社会资源 因为这个过程要打包 要物流 然后要消毒 再重新的运到乡村学校去 如果我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那个孩子 当我们看到一些 可能不喜欢看的书 我们会是有什么的感受 以前也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小故事 我们很多学校的老师 校长跟我们说 孩子很需要书 但是当我们建完图书馆之后 他们会很担心 孩子真的不喜欢阅读 他接下来跟我们说一句话 其实我们这里的孩子 也有一些是真的不爱看书的 他其实是担心 我们真的接触了这些孩子之后 不喜欢看书怎么办 但其实我们已经去过 很多很多地方 发现真的对于孩子而言 你只要给他好的读物 没有几个孩子真正不爱阅读的 所以这个也是 刚刚那个故事的一个 真实的场景 也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是怎么做儿童阅读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也一直在想 怎么样才能够让更多孩子 爱上阅读 慢慢地养成阅读的习惯 我们再看 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理论 叫前博士 循环圈理论 这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 一个的话是选书 第二个是阅读 第三个是回应 选书的话 就是要书跟孩子 距离一定要更近 我们传统的图书馆 就直接开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跟孩子的距离 可能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开放 不像大学 大学的图书馆是24小时 甚至可能没有24小时 也有大部分的白天时间 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都会开放 那有一些地方 他们是真的是24小时都有的 像120名书店 对吧 但我们说图书馆 它的陈列方式 包括书跟孩子的距离 一定要足够的近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把图书馆 开完之后 会有书吧 会开在走廊里面 和班级图书脚里面都会有书 让孩子随手可以拿到他们的图书 第二个话是阅读 孩子是希望有自由自主的阅读时间 而不是说只有阅读课的时候 才能够去看书 第三个的话 我们知道孩子有非常强的好奇心 他看完了一本书 他希望有人可以跟他们聊 比如说我想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十万个为什么 这么火的原因 对吧 那这三目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需要有协助能力的大人去引导 所以的话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跟孩子一起去沟通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选书 怎么样去回应他们的一些问题 怎么样去跟他们一起沟通 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都需要有当天的老师 或者我们的志愿者以及工作人员去引导 那所以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探讨 应该我们设置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才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很好的爱上阅读 养成阅读的习惯 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我们会建立图书馆 让孩子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能够慢慢的去找到他们喜欢上的书 我们保证书是非常适合他们的年龄 第二个我们的分类不是按照中国图书少儿分类法 我们是有自己的五色分类法 我们选取了孩子最需要看的一些类别的书 然后把它打上色彩的标签 因为这样子孩子就可以根据色块 直接放回到对应的图书馆里面 而不至于说他找不到这个书在哪里 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会组织非常多的阅读推广活动 像阅读体验日 推广周 推广月 夏令营 冬令营 这些是短期的 但是是持续 我们作为外来者带给孩子的是阅读的兴趣启蒙 以及阅读的榜样 而我们不可能长期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会有教师培训计划 让老师能够养成 能够了解阅读的重要性 以及我们会跟当地的老师去分享很多的方法和技能 我们会开发教师的阅读推广工具包 让老师他们每年每个学期 会开展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活动 在我们离开之后 这个图书馆这个阅读的资源依然能够为孩子所用 那第四个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小孩 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书籍 所以我们有一个项目叫性能计划 里面有两本书 有阅读宝藏去记录他们看过的一些书 会有一些激励 他们看得好 他们喜欢上这个阅读锦囊的话 他们只要每年能够读满十本 并且记录在阅读宝藏上面 他们在第二年也能够再收到第二个不一样的阅读宝藏 宝藏里面的书都不一样 他们可以鼓励跟孩子之间进行交换 那这个是我们的新郎计划 那我们在这五年来 这四个项目在不断地去延伸和发展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图书馆这一块 这个是我们的1.0版本的图书馆 其实非常简单 在我们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的图书馆就这么简单 一个图书馆八千到一万块钱就搞定了 这是在贵州的前东南建河县的白鹿小学 那我们利用当地一个木制的教室 加上几条木条 这个就是我们的书架 把书整列上去 然后我们的志愿者跟孩子一起去画上桌布 然后做一些手工去装饰我们的图书馆 这是第一版本的图书馆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做迭代 做2.0版本 那2.0版本很明显 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地把它标准化 让它的色彩更加先灵 让孩子一到这个地方就会被吸引到 我们还做了分区 因为孩子有高年级和低年级区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会做了这个2.0版本 也符合我们的VI 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呢 我们在想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书跟孩子的距离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阅读循环圈理论一样 一定要跟孩子足够的近 所以我们除了有图书馆之外 我们还设了一些鼓励学校 做班级图书奖 以及在一些走廊的地方 在孩子下课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去看书 所以我们在回访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一些非常 让我们感动的一些场面 就是当孩子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我们到了这个学校的时候 很多孩子在课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洗地而坐 在那边看书 很多时候校长也会 校长和老师就会把他们拍 看到那些场景拍下来 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会分享给很多的学校 不断地去引导很多的学校 把书真的要开放出来 我们跟学校的校长老师 经常讲一句话 我们就怕书不烂 就怕书不丢 为什么 因为很多学校 他们担心说 你们在回访的时候 这个书烂了 好像对不起捐赠人一样 但是我们说 如果你的图书馆不开放 每年回来都是新的 成就的 说明你们没有用好 那这个资源就会被浪费掉 那我们在这几年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变化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从一开始 硬件为主 慢慢的话 转变成软件为主 硬件为辅 就图书馆建设 已经慢慢 这个职能 由我们转变成学校要做的事情了 就学校要出资 我们做的是课程的研发 以及阅读推网的开发 让学校的老师 能够真正成为 阅读推网的主体 那这个是我们的变化 因为我们讲 一定要真正付权给受益人 让他们觉得 他们是这个学校图书馆的主人 而不是我们 我们只是一个外来者 我们希望你有好的方法 有好的技能 能够用好这个图书馆的资源 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图书馆的主人 他们才会想尽一些办法 当他们没有书的时候 他们会想办法找钱去买书 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他们会去想办法去学习怎么去做 但是如果说 他们觉得这个图书馆是 满天心给它建的 他们觉得说 以后的升级 以后怎么做 以后买书 全部都是我们的事情 毕竟我们不是救世主 我们只是在做一件公益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有能力把好事做好 那第三个 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 慢慢地从我们自己 一个一个点地去谈 一个一个一个点地去做 开始慢慢地我们在想 有没有可能跟当地政府部门一起去谈 一起去合作 让他们也能够重视阅读这件事情 从整个县域的区域去推动阅读 后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跟教育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鼓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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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 是一种改变的可能性 我们一直相信 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一直相信阅读的力量 我们希望说 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孩子 有机会跟书本产生接触 能够有机会 能够让书本里面的知识 或某一个人的故事 能够影响到大家 就像今天 我们很多人在大冷的冒雨天 来听一个分享 可能你们也希望 听到某一位讲者 他们的故事能够打动到我们 可能某 就是某一瞬间的某一句话 那我也希望 我们的阅读 能够让更多乡村的孩子 有机会能够 接触到一本好的书 就像多了一个好的朋友 一个好的老师 那也许他们的人生就会被改变 那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在青海的时候 当天发完新郎 孩子在回家的路上 就迫不及待地 拿出新郎里面的书 一直走回来 走回家的路上 一直在看 这个场景非常打动我 那最后回到主题 我们说 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听众 还有我们的讲者 以及我们的工作人员 未来我们可能都会成为一名志愿者 或者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名全职的公益人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身份 像刚刚我们有爸爸 可能也有妈妈 也有一些普通的职员 我们未来可能会做很多很多 跟这个社会美好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们希望 大家不仅仅是想着说 我们要去做一件好事 而是想理想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好事做好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帮到受益人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投入的每一分钱 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 那希望未来大家也能够关注 和支持我们的满天心公益 也可以支持阅读 支持公益这件事情 谢谢大家